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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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你想想 这不可逗就不能进人家门 那个老太太教导一声丫鬟来见 扮一把叫来 叫他善烟外啰嗦 丫鬟大悠一声 是 小丫鬟就扮了一把椅子 放在善烟外 老先生 坐下吧 不叫你进去了吗 首先以前不进去都不进去 反正我都是来给人当八妹将军 你再看他 歪歪气壳 也就坐在板凳上边了 他坐好我不说 我单手打扰一掌 老早就准备好了一个包袱 里边那就是衣服 往那衣料 丫鬟来件 包袱拿过去 叫老先生换换衣服 小丫鬟包袱一提 来到了外边 往地下一放 老先生 换换穿 你看你这一身衣服穿的 今天是老太太受咱之日 和建坡二十四个过来 你要走到俺家拜授 你往这个一坐 你看你那衣服 穿的都给我死了 换换 照相也行 你要换换就换换 一二十年了 都没穿过新衣服了 你再看他 打开了包袱一看 怪怪 这里边衣服都乱方光 赶紧的就把头上边的 给开划划 骂掉了 往那个楼下一了 赶紧的拿过来延展帽 往自己头上边一带 又拿过来情侯衫 身上一穿 那扣子一扣 这个大褂也穿上了 拉过来 皮型的 摇中一位 无子亏一弯 咚咚咚咚咚咚 爽咚咚 爽咚出血的碎子 他戴个新帽子 穿个新大褂 摇了一边又出个大袋 他抖了一身心了 摇反都摇了身一面了 赵大人呢 这十来年都没穿过新衣服了 谁知道今天一穿这一身衣服 不用认识了一边都高兴 就把鞋帮车当温户双转 人家就拉过来了 你再看他一摔袖子 安腾 呀 我一看我的娘啊 这个老头八成是个长戏的畜生吧 你听他还会揉的啊 照片都做好了 拉过来 绑腿的红血一顿 就来换血子啊 谁知道啊 他这个脚上穿的这个鞋 也不知穿多十年了 他把那个脚脖子抓过来 都开始接他的鞋带子了 接了半钱 他也接不开了 砸弄了 也不知烂躲黑了 都是上生肚子自己脱的 他接不开啊 他这一接不开 那个大老爷都该没了一本啊 他就胆怦的看 老头绝心的道具 游记没游记 他一看这个老头 这鞋也脱不掉了 这鞋脱不掉 那上哪里看见 丫鬟来见 伺候了 你 老爷说到丫鬟整一样 你伺候 我看老先生年纪大了 这半钱鞋都没脱掉 去 你给他绑绑吗 丫鬟说 是 丫鬟心里像我的娘 大老爷大老爷 你看那个老头 把咋起了又弹了 让十七八岁的大姑娘 还得给这个咋毛老头子 去携携带子 丫鬟来的跟前 哎 老先生 把脚敲过来 我给你携携带子 你趁手抓过来 照看那个左脚脖子 你再看他 手抓住那个绳子 丫鬟都 气死了 先这个老头 把咋子 鼻子弄着 嘴斜着 脸扭着 哼哼 要是转又是顿 可可把把铺扒 铺扒就在咋那里 鞋子掉了 那鞋绑 还得马来 把那个鞋子 鞋绑脱掉之后 大老爷 就在门里边 他就管看 哪里不看 咱看赵三 那个左脚子 谁知道 这个时候老太太 也坐不住了 他也先看看 二十多年了 我都没见过老虫 那个绝心 鞋了 我看看变没变 老太太也来到自己的儿子的背后 有儿子在前面挡着太太 老太太可看不到 他配配儿子的剪拔 哎 二了 看见没看见 大老爷说的干净 看见了 二了 有没有鞋 老爷说干净 有 肯定了 不但有 跟你说的不一样啊 你老人家说都通见了一块黑 我咋看这个老虫 这个鞋 一个绝心都黑 绝脖子也黑 绝脂都也黑 往上还黑之来 老太太一起 闻死了一样 那不是鞋 那是毁 你没过过苦日子 大老爷一听的 他娘的是毁啊 丫鬟 打了一盆温开水 叫他吸吸脚 再换新鞋子 这回丫鬟可忘怀了 厨房里短了一盆水 二吻的水不热不凉 往那一放 老先生 吸吸脚 再换鞋子 首先心里想吸吸都吸吸 反正这个脚也得两三年没吸过了 二十两三年没吸过啊 这个人就水也贵 老先生这一要饭 跟他要饭划得混一吐了 谁知道人到此处强此处 白说酒 就连连十天半个月都不知道吸一会 你再看他酒吧 这个喷解过来 往那个地上一放 自己俩酒往喷里边一搁 谁知道这是水不热不凉 不大一会儿都把它卷上给泡泡了 打手一搓 那个灰浮酒子就个小感染了都下来了 这一喷水都灰了 老太大老爷 我这个鼻子都叫丫鬟 丫鬟 咋 不必多说 练习散活 谁知道赵玄九 这是个绝 回家系就差不多了 就是不太绝了 他不太绝 大老爷看不到他的绝心了 老爷都气了 丫鬟 来去 赐号 拉 丫鬟 老先生年纪大了 瞎不倒摇 我看这个绝脚都不得劲 去 你给他帮帮忙 你又不得劲 想搞着的 想搞着的 他好能看妆 小雅环来到外 说道一声 老先生 你是真背叛 两个脚都不会洗 巧克力提甲子 我给你洗 一趁手 都把赵玄的左脚脖子给抓住了 他管这个老子说得劲不得劲了 他都气死了 吃了油 现在一闲多高 脸扭着他抓着赵玄的绝 有时挖 有时卡 不躲一会儿 就把赵玄这个绝上的回忆搓进了 他一搓进 不要紧大老爷 山虎目 对 我也管他 大老爷山虎目六神观看 国人不错 做这些一块主红大阿姬 痛见这么大 六根汗帽张在上边 张玉看到此处不觉 这心动难过 张玉啊张玉 我祖梦也没想到 老先生 这就是我的首罪的 碑碑 好一个荒唐之福 这天天啊 看着这处不觉 带上车上 我年长 二十多年 没见过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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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说老汉 他说哪一个 我没有想到 他就是我的一个前蝶 我的副家人 今天茶我 même嘛 我的前蝶 我的前蝶 爹 爹 我的鞋 爹 他背著 担担吃居家 换了一群 穿着狗鸡鸡 我就飞眼 大老爷 掉泡盾在九十八点 楼下边 老是 卖楼人一眼 楼下边 出了一个小鸭板 黄茫茫是 猎他打起一股 不好 骑兵老也骑兵老太太 在府门外边 来了一个白兽的太太 她就是骑兵显阳 忘记的忘老太太 到咱家中白兽 来了 大老爷一拉架子 就要出人地 丫鬟来一抱 说骑兵显议的母亲 到他家白兽来了 老爷下的一拉架子 搁那个了 不敢往外去了 哪位通知说了 他为什么不敢认爹 大家你要知道 他家爹爹是二十年前的 翻盘呢 可以说人人皆知 户户户户户户 哪一个不知道 皇上再翻盘 再翻盘 妈照项 他今天要认了 他爹 老爷都给脑子的想了 二十多家老太太 马上马就要上 安宁显楼了 来给安宁摆手 我这一认爹 安爹还不知 我是谁来 安爹可得问我 安爷俩要拉起来了 万一要叫 哪个人听到 给钱有儿 要叫别人听到了 安家的假事 那穿到北京眼上 那个人一样的 就活不上 所以大老爷吓得 可腾 就站住了 丫鬟 赶紧的下楼 叫你这钱 不叫你 退出去 丫鬟说 起 丫鬟走了 楼上都剩了娘儿两个了 你再看 大老爷说到 你是母亲 安娘 我已经看了决心 我知道他是安爹 不过儿子 现在不能认了 老太太又说儿了 怎么不能认了呢 娘 我是儿子 不认爹 马上马 白树人都要来了 万一穿出去 三居家 送命难保 这件事 我想今天晚上 白树人都走了 我把俺爹 接到开庭 我在认安爹 你看 如何呀 老太太一听儿子说的 有道理呀 二拉 只要你认爹 早一会儿晚一会儿 这个也没有什么 二拉 你下楼去吧 待会你呀 我接待白树的老太太 大老爷 施了一打工 说母亲大人 嗨 尔 搞 此理呀 大老爷就下了楼 回到他西楼 我不说 但说这个张太太 坐在楼上 点心中暗 西洋 哎 祖猛爷 没有西洋道 今天是大 爽心立门 我的受胆之日 何剑夫 所有当管理 都来给我白手 俺这个老兔子 抛出这儿是多年了 今天也会来的 老太太 想到这个地上 赶紧都喊丫鬟了 哎 丫鬟快上楼啊 那个丫鬟 等等等等 上楼来了 四号老太太 丫鬟 正要你伺候 去啊 到咱的府门外边 见了那 王府的王老太太 对他 眼睛 就是我们老太太 我这几天 身体不好 其作不便 不出门接了 叫您的王老太太 免礼 过福 来白手 丫鬟 打了一声 是 小丫鬟 离了汤楼 那就来到了大门外边 赶紧上天室礼 王太太再上 俺这下有理了 俺老太太说了 这几天 身体不好 其作不便 不出门接了 王老太太呀 就请你老人家 免礼 过福 拜受吧 大家你看 这个王老太太呀 不算老 四十上下 可以说 许娘半老 赶赶紧尽 长得非常漂亮 身边 还有那两个小丫鬟 派出蔡礼 王老太太就说 丫鬟 我给嫩的老太太呀 按两个念扫念妹 那是矫情最好了 何简佛二十四个太太 没有我 再给那老太太最好的啦 那老太太结的不结 那这个我不拐 你可知道为啥 那老太太是个瓜夫 我也是个瓜夫 那俩呀 马甲不由醋着子 阿俩是一样的人 要唤 哇一来 你来 夹着咱的菜里 你家老太太 我要等咱们 要等咱们 瘦 哇 让我等咱们 你家老太太的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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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喵喵喵喵 老太太有話 哪個能吃天啊 來來來喵喵 哪個太太 老太太白手搖上 那個高中坑 太太她手不難幹 覺得很沉 搖上法國十三根 老太太手不難幹 她對上看 我的長眼嫂 她的上眼外 咋做這一個老家點啊 王老太太正要上樓 扶著爛杆正走著 一瓢眼都看著了 呦 長眼嫂這路門 我還咋做個假頂子呢 大家你要知道哈 這個老太太收瓜 收了二十多年了 她這一輩子都寄回這一套 老太太太一看閒著都神奇了 你瞅瞅吧 長眼嫂啊 長眼嫂 瞅眼說 瓜夫們你現在是非多 你收瓜 那俺也是個收瓜 你看看收瓜收了幾個情背部呀 魂形都不沾 沒二的管 別讓二的管還大 二是個七拼 你兒子 是個四拼的荒唐 你怎麼不考慮考慮呢 今天是你手擔指 喝點頭大小官員的娘 都來給你擺收 你該哪個找個半截老頭子 穿了個如脸的呀 都坐你那夢口啦 問人能見 那磕頭磕在綠卷上 你咋不先刀臉了呀 嗯 我要知道你是誰人呢 他哪個老小酒的能來給你擺收 不對 那這個鬼的樣 要看中這個家庭 我都覺得有點奇怪了 這個家庭哪個張的重規 嗯 肯定有得有主櫃的地上 我呀 捉嘴的板刀板刀 大家你聽著啊 他剛才他是蒙一看的 他沒板刀板刀 他要再仔細看看 他得比那個長老太太 惹得還狠咧 讓太太用眼睜 上下大讓他照顧我 我呀 又呀 又呀 弟弟上下 還得看見見啊 你看他 你看他家庭所有看見啊 我呀 我呀 唯有不容 啊 你這 真的 愛笑得 這個家庭 我咋覺得 那麼熟悉 我这一生忘记我 忍不住 感觉他飞哪里 我给他见过 就不知他见啥 他叫生妈妈 爱的为什么 看着他我觉着 给这个老先生 来有的情 不知道 他行傻 他叫个什么名 我看他 他好像 二十年 逃出那 王家大寨 我的父母 他咋在海里 我的老乡 是他 是他啊 那就是他呀 他就是朝乡 我的乡公啊 老狗啦 我从也杀出了 他的王家宅 我看他 你也走 接我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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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会转啊 你问啥事也不说,也不听 我今儿说老公,你死过了啊 没想到,你来到长坟里边,当了个家庭 今儿我要把路来上来,你去比公司美化 今儿我要把路来上来,我得给长坟年少来说明 我得把老鼠子来咬走,我叫他想要不去吧 来个菜,爷爷啊,大家一起玩 人家那苍生的老太太,儿子都砍把绝顶啊 还没认老鼠,儿子他没认别呢 这老太太,没啥子咬老鼠,那时候今天麻烦不麻烦 老太太一切的想法,他的老鼠咬啊 你看他做的那个路贝儿,香叮咚啊 做的一个路贝儿,种种的香,带上边锦组粮,搞定 小大人他就在路外的安静 他顺着老鼠,走往下看 哎,这白手买了一个太太鼓励 这个太太年龄就在四十上行 我看他一身的船 我看他一身的船牌,乖干不住 哎,这个人我咋想,哪里见过呢 他觉得那么辛苦,我认不清 哎,我看他一身的船牌,乖干不住 哎,这个人我咋想,哪里见过呢 噢,咋想,咋想想,供养 我自己呀都是自己的你老选了 现如今我也到40个岁 我混得要慢那个大节奏 是混得和年度我也要了法 我都没想到 我这个二位夫人 现如今都当上了太太 看到此处心中难过 非有人把头一滴 哼了一生 赵轩啊赵轩 我现在回来还不是跟着两个老婆来呀 人都当上官人家老太太了 我这一看都知道了 我现在老了老了混得和何姐不要反 赵轩呢不用说了 他可能也改家领招人了 他不改家 那我记得最清楚了 那两分手男孩女孩每一个 我看他头带粉官神传瞎陪 也像是个老太太 有可能啊 他改了假了 有了二了 人家当官了 他们不当老太太吗 那些人都混出来了 我毁崴了 看上啊 不看了 你回来再追 我都不看你 老周还心里生气了 你再看他把头一滴 狠了一声 哎 连对着枪 老太太不看边吧 老太太也看都知道 老宋的心里点难受 所以你不说心中爱想 你个老公啊 你回来再不上 你回来再不上 那别人都看不起你 我还能看不起你吗 今天不上楼边吧 上高楼 我给家年嫂说情我非得把他要走都不关了 咱就不必多说 这个老太太带的丫鬟都上楼来了 来到楼上边 干净的 瞧瞧的一拜 念扫在上 念没有力 张老太太一看 哎呀呀 他心里就想了 人家儿子也是个当怪的呀 虽然没儿子怪的 这今天人都没来了 他就来了 这个面子给咱们不消 人家给我失礼 我也得一类想欢呢 老太太赶紧的走上进去 扶起了王太太 说道一声 哎呀呀 我的忘年妹 快快起来 快快起来 丫鬟 看着 小丫鬟搬来坐位 王太太坐道 张老太太说道一声 我的忘年妹 你也怪父受安康吧 王太太说 扎面子 好吗 好吗 这两个老太太呀 听长就对不起钱 她也是瓜夫儿的 她也是瓜夫儿 谁知道拉住拉住 不拉了 马尾同志说 咋不拉了 给放面糊了 短色了 咳们咳们 都偷打拉的给葵花样 都在想鞭子来 马尾说想啥鞭子 个人想个人的鞭子 我单说 那个张老太太 咋香 坐在上手里边呢 心里就香了 今天啊 白手的客人再多 平常关系再好 吃过饭了 没有事了 那要说坐 看那个老小九子 才适得适得留呢 那坐外面走进 然后跟那老头团圆 那是张老太太香了 那这个王老太太 咋香了呀 王老太太 坐那么多香了 我这今天来给人白手 做梦也没想到 那老头能跟那人家 你说这怎么办 我要起初要老头 开始那一节 她知道我是个娃妇 你说这个娃妇 娃妇咋能提起 有那人是 哎 有了 王太太记上 随便 张年嫂 你说咋的呀 可好啊 张老太太不知道 她问的啥意思 王年妹呀 咋的呀 好嘛 好嘛 哟 张年嫂啊 就我看 咋俩还不好呢 那要是好的话 今天是你受担之日 你看看 你家的丫鬟铺女 都不够用的 丫鬟铺女不够用的 你要不要拿我当外的话 那你到我家说一声 你派个人去 我就给你带十个八个丫鬟来 忙过今天 不就没有事了吗 张年嫂 你家的丫鬟铺女 不够用的 你再不给我打个招呼 张太太不知她说的啥意思 不知 穿给拿碗子来 张太太都说话了 哟 王年妹呀 我这复杂 丫鬟铺女多 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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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年嫂 丫鬟铺女 又够用的了 今天 摆手都是什么人来给你摆手 都是扶到人家 老太太来给我摆手 张年嫂 都是老太太 扶到人家来给你摆手 我咋看你这个门口 杰克 应客人 咋做着一个老家顶 是不是那丫鬟不够用的了 才找个家顶做那个的 照相哥 我一听心里都难受 我认为你摆手都摆手 你替我赶上 谁知道这一句话 提的不要紧 张老太太心里边 咳疼现在 张太太心里有点害怕了 王年妹呀 哦 你问这个家顶啊 王年妹 她是我刚刚收来的家顶 王老太太一听 是刚刚收来的家顶 想想这个老东西 这二十多年都在哪个躲着 到底二十多年 咋过的这个生活 不由人就想问问 张年嫂 你日收的这个家顶 她是个敢杀的出身呢 王年妹呀 她才是个窟人来 是个咬饭 打美谁的呀 张年嫂 原来这个家顶 是个咬饭 打美谁的呀 张太太心里 像我认为家顺 老头咬饭 打美谁 她跟她哭起来了 嗯 我说这个老口啊 二十多年不回家 说不定 给我耳边还有痛恤吧 我得详细地问问她 王年妹呀 我说我这个家顶 是刚刚收来的 是个咬饭的 你的眼泪都出来了 你还认识她呀 我离张年嫂啊 我不但认识她 我认识得不能再轻辱 呦 张太太一想 我认识一见 你还能比我认识情吗 嗯 我非得打听打听 她俩啥关系都不管 王年妹呀 你认识她 你知她家是哪里 她行啥 她叫啥 王老太太说道一声 炸面 嗓 问起她的家乡去住 现实面水 你听念妹 你听听她的家乡去 我将来 你听她的家乡去 我将来 我将来 你要把他一个家来问 你听听也没我对 他的家不在 他真举不 这个千里 小姐要不在山 张太的心 张太招来还真清了 我给算挂了 你接着出一个人家的团队来的 往年里 山东的地块可大了 九州师傅已被人发现 你知道 他是哪一幅 哪一幅 我的面骚了 他住在赫兼国 也想成一 九州在赫兼国 正当中 我被送到 站一个队 他那一个赵子 他那一个赵子 他那名叫赵子 晚会他叫赵子 七岁的南西八宫 八岁让 口花园里 他那一个赵子 他那一个赵子 他那是十八岁北京 站着 北京成都的温宫 在赵子 我再是十八岁北京 他那有赵子 我这一席子 严颂大姐罢他妈 说他呀 广源上在当家的情况下 头上圆子的黄黄痴 他觉得啊 一天在城里也不同 他没有下妈 拔嘴呗 严颂贼 套套 坐他妈的胸 严颂贼 严颂贼 严霸赵宣 来个烙马 严颂贼 走上牌 可抓住 那個渡假衣陰 发缘举带 早也就在 大ischen叻上 股丹绝情 那天徒 严颂贼 严颂贼 Fach嫂 帮他招散了 八宝点 八宝 lên burgers 手担 他就说 赵宣 可是有早饭 又多晚些新疆 等我挖着放夜 今天二晚 准了分 刷生只要在早宣 这个飞剑城 我这样下风 她不放 早宣她一口刀 满出了飞剑城 她离开飞剑 杨山都 我的年少啦 还拿一枪 我那跑到咱的家族 拿一枪 抢黑天 咱的王家寨 捧架了我的一个护墙里 我的爹爹 把她抵到了开城里 妈妈说这个白酒里 好酒里边唱好酒啊 问她听啥就个啥 她没有用心 搞笑她没有满足 从祖父之为说分明 我的爹爹的心眼好 就把她收到人家当家店 家庭当过 这天天 你说啥子 她快走了那个监控区 拿了愿包 叫她吐走 有日背对 让她见着 叫她快走了日背对 我说她跑到哪去了 你走了 她没有想到 她见她跑到哪里下走 见你家 你得把她交给我 我把她带到 让你下手 把她带到这个大汤上 叫然儿 加大眼神去问口 你听说 这个王老太太可有本事的很好 她饶一圈子啊 给她还不斩 还得把老头咬走啊 谁知道 那早下给我一听的 心里都生气 哎 你说 你我管你 我得 你当你老太太 我个这个当家庭 你非得说 我从你来 那你觉得张能打 我们拿人一根大针 叫你这说 我成了个贼了 从你二十一万 二百一十一万宝 又偷你的锦条 她跟外边生气 我不说 再说里边这个张老太太 一听心里更不识滋味 张太太一听 当真的了 张太太个心里就香了 要怪不得说 说包满省阴碎 鸡哈省盗碎 这一袋袋都不错啊 那老祖子年轻的时候 不能再毫了 你到外边多难都多难呗 再难再苦再也不能逃人家 你这也逃人家不要紧 这儿子还没认爹来 这儿子还没跟你说句话来 这呆子的可都抛家来了 我要说叫他带走吧 让这一家这么团圆呢 嗯 张太太也不好日啊 这就个心香啊 就是头那万宝也背头 就是头那锦条也是背头 张太太呀 那个脸刷拉下的就撂下来 望年没 我看你呀 今天不是来给我白手来 张颜色 我不是白手 那你说啊 我到你府来干啥来呀 你呀 点喇叭下乡 你来找事来 你早说我说的个家庭是个罪 叫你这么一说 拿回来家庭是罪 我丫鬟朋友都是罪了 那你结婚还是个老贼头的来挖 你拿这个拐的酿来给我这个老贼头 白说我不写害他 来人 把他哄出去 两个丫鬟说 是 拐着王老太太都要往外拉 你再看 白天能王老太太有多难看吧 哪都都往外拽 王太太写了一想 这人家要不走老头要叫人哄跑了 这多难看 这个老太太鞭子来的也要快 低头都是一个鞭子 吞声就笑了 哎呦 张念嫂啊 我跟你说了半天笑话 你当真了 还把我哄走啊 张太太一听过是日能节 这个女人怎么开这玩笑的 人家跟我说笑话 我说当真的了 要把人哄走 你想想 人怎么对我评价 然人的乖这么大 人不说这个老太太亲人的 张安日乖大 那个张老太太脸也变了 哎呀呀 忘年没呀 你可不知道 我久止你给我说这玩意 说呀 我也跟你开个玩笑 丫鬟 我日那娘没有一点严厉痛 我给那我老太太刚才 交情最好了 能老太太好说小话 我也是开个玩笑 娘还没说来了 你都上去了 赶紧的下咯 当丫鬟没有严身 踩点实了干 姐俩的祸气 快下咯 丫鬟说 是 丫鬟心里想 我的娘啊 老太太不讲理 都是能力 哪有能力 丫鬟走了 我不说 我单说那个张老太太呀 张老太太都是忘年没 哎呀 我的忘年没呀 你咋想起来开这个玩笑的呀 我老太太心里还是想着要老头的事 她就想了 无论如何 今天我都得把丈夫带走啊 把老头带到家里边 张年嫂 刚才我是说小话 不过 那还是个下话嘞 下话 王年没 这个实话是个啥样嘞 你可能说说我听听 我有信说了实话 我怕 哎 你不要怕 王年没 你是谁 我是谁 有话该说你也说 不该说你也讲 你不要认为给我说了 我就说出去了 你放心 违背国家 王法师 你都往外讲 你只要说出来 我跟你保守秘密 我活着 烂到洞 我死了在那坟墓 我都不往外说一句 讲吧 不要害怕 王年没 张太太心里像我非得打听打听 到底他跟他那个老头子到底是什么关系都不管 我老太的心说到一声张脸骚 要真问起来实话吗 我的张脸骚 你听我讲来 哦 叶子葱 他立太来 那个飞行 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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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俺家去腰房 捧着了我的爹爹把口气 老爹爹回看 妈一下 看赵轩的脸上 有风雨 咱的爹爹 妈妈坐在这边上酒 问他心上脚上 赵轩从头讲一句 咱的爹爹 才知道他是个罗奈 那个窗户 老爹爹 就变成 他就挂进去 我的年少了 我才给赵家的结婚 按着大县 唱出来的一行 怎么样 我就知道是这回事 早啊 我都想过一回 让儿子和剑夫一来上人 他儿子跟儿子是大小差不多 两个年轻人随手差不多 那一天呢 他人也是上人 跟儿子是一发和剑夫上的人 一发和剑夫混得是 男儿子上楼来国败寿 带着他的儿子来了 两个年轻小伙子跪着 给我口头都站起来之后 我这一看 哟 我的个乖乖 这两个小伙子 个头差不多 连的也差不多 你再看神家连同模样一样 都给一个木头倒下来的呀 我就想了啊 这俩小孩怎么长得一模一样 哦 那怎么能不一样 一个寡仰上车子两寡一闪多水的弟兄 闹了半天 我给他 大俩还是二人通福啊 这叫大师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 俺还不忍一家人 他给我说实话 我可给他说实话 我要是给他说了实话 那就给他非得把老鼠再走都不管 吃过饭了 那我这是接他是美 我要说实话他都得过失礼 姐姐宰上啊 妹妹又离了 吃过饭了 没有事了 人哪些老鼠 太太摆过手走走了 她该不走了 她该说了 姐姐呀 你给咱老头子二十多年没见呢 妹妹我 也是在家收咱老头二十多年 要是好打扰 小老头到你家 住鸡台 可是那结果是个老大 我还能说不愿意吗 他就带走了 他都不知什么时候乖过来 张太太心里想 反正我明白了 我吃到干事 二人同福就是了 今天不能叫他带走 干日子还准备人爹来 但能吃过饭了 今天呢 我得想办法叫他弄走 他一走了 就家就团了 他要不走 今天看着要不走老鼠 他是不会走 张太太一想这怎么办 有了 张太太说到一说忘年呗 啊 叫你这么一说 我明白了 那你你是犯官之旗 那外边做的个老家庭 就是二十年前的个反盘 国家捉拿了个大要案 反盘照旋 那你这则还是犯官之子呀 我儿子和姐夫的人都吃国家 黄粮妈国家愤怒 给国家捉拿反盘 来人 老太太一喊 来人走下边来个小丫鬟 见过老太太 老太太说正要你见过 去 赶紧下楼 见了能打老爷 就能打老爷说 叫你打老爷 发动在何箭子的人马 威魁险阳 王福 把王贤一举家 打人海话 奶奶女女 永生産上 没老太太 我要上北京 练功 受伤 丫鬟说 是 丫鬟转身逗走 王太太心里嫌恶 长年嫂啊 长年嫂 你这个愚人说话不算话的 刚才说了 我要说出来 你活着 懒着肚子 死了 肚子 都不往外行 我忍得 今天说完了 要再安一家子 我不能给你算背货 这王老太太也不好忍了 呼咙 都站起来了 站住 两个小丫鬟下来 咳嗔一下的 也不敢走了 丫鬟 不要跟那大老爷 保死人去了 我说 长年嫂啊 你看 那老头子是反叛 这是一边不错 我是犯官职气 也不错 我儿子是犯官职 犯法 只有我一家散口人犯法 好了 不要叫你那个法柄啊 也不要带动人马去吧 往家这 去吧 让这个往府里边 雅环铺女 甲老院公都给抓过来 那些仆人 他是没有罪的 那一家散口 带这个两口 老两口都走开这 你带反叛 反叛 带这个 你带反叛 直气 我就是反叛 直气 来吧 不要叫你二法柄了 拿绳子来 给 王太太说 我后边一背 给你帮去吧 你帮 我帮上 把老头帮上 带到北京严山 你就能连工手上 你那个高管 得做准马费 去 万岁爷一见反叛 一见我 那肯定要穿着 傻我两口子 只要穿着傻我 我非得韩远都不管 我非得把包紧点 够 你都不占 呀 张太太说 你咋搞我 张太太的行李箱 我认了一件 我是给你开玩笑 把他吓唬走的 看着他还真不好惨 王年美 你搞我 我翻了下法了 你怎么能搞我 怎么搞你 翻盘 照顺二十多年 皇上都没带到他 在哪儿会坐着来 今天他跟你门口坐着来 你就是翻盘 照顺的我主 这二十多年 都跟你眼握着来 就现在还跟你门口坐着来 把包紧点 我就说你就是翻盘 照顺的我主 我这个反观之气该啥头 你这个我主之罪也不情 我死了 你也得给我点灯 在一头拴个马扎 一头拴个柚子 飞不了我 蹦不了你个小舅的牛人 给 给你帮去吧 张太太写那行 你别看 他还真慢缠 他要不走 你说俺这居家 咋穿远吧 我日内子也不走 我不打你个小舅的牛人 张太太一生气 不要紧 巴掌一抬 他奔着王老太太就是一巴掌 他这一巴掌 打脑了王老太太 王太太写着想 你这个老太太真不讲理 你不讲理 还有大人 你打我 我也得打你 王老太太一生气 不要紧 啪 你趁着说 抓住张老太太后边的个 钻了 起来 给张太太就是一巴掌 两个老太太 整老头 给套路上边 撕住长毛 可就打起来了 别忘了 宣告 哈哈 薑 别忘了 莉莉快ces 这俩俩 你看多 Debat 让太太给人家打架在路上 在人家套路上 那个来打架 叫人家进入来 不能有 让太太有个山长 定量短 回复去大老爷她 不能个把 演一个酒吧 音声叫 那个音声太空 把话说明 走走走走啊 咱赶紧回到县牙坞 咱吃到县牙坞 吃饭饼 两牙坞上上两牙坞 直到那里路来想 一天天回往复去吃饭饼 沿着牙坞往前走 色彩累到大街 直到杠杠累到那个大街上 咕噜咕噜 砰 砰 云朗咕噜咕噜艺 那个炮三盛 大街上 天夜讨лек 咱咐大亢 哈 2 20代 趁天开到 喝啥啥 拍过来请啥 就一吃一吃 你再往大酒里 做一个老爷 好为分 只见他千顶光满 这么大过 你看他这个方法 不路咱 有点无声 在胡闹 村上穿着 一口大呼 一个女的带 要东西 本地的雪子 大老爷 他所在 青霞两角 带人妈也学要的 掌浮中 说有门 那若温 叫个老爷 他是哪一个 他就是何简夫的 请听见 他就是何简夫 首成仙印 他的名字 就叫个王雅西 王老爷坐着 打脚 往前走 咱挺眼 小雅花 喊一声 这两个小雅花 刚到街口 就碰见老爷的人 这叫清先生 不如玉先生 迎声 眼里 看到不是 老爷的大人 赶紧的拦住了人 马 高声 哎 老爷 听住啊 两个人 穿过了 军笔的队伍 来到老爷的 叫前 回到就渴头了 老爷 别慢走 嗯 王大老爷 闪开了 虎目 对我 一看 有人拦住了脚 原来是自己 腹中的两个丫鬟 大老爷 说到一声 军兵 千扫百走 后扫百根 大殿住脚 是 军兵有寒了 哎 老爷有令 千扫 别走 后扫百根 大殿住脚 那个打脚 河山 都坠落在大街中间 王大老爷 往脚里边一坐 说到丫鬟 来来来 往前 我看你两个回来 怎么眼泪汪汪 我叫你 陪把你的老太太 却懂了咋不摆手 那老太太没回来 那个人回来了 还眼泪汪汪 是不是那家太太 出了什么事 聊呀 小英生说到一声 我的大老爷 你要把我的太太 问你听英生 对你啊 保护着老太太 阿爸丈夫 敢陪着太太 谁知道 他看着 那个人家的老家 contain 按开太太 只要把 陪着 大老爷用手一颠 你这两个改大的丫头 拉到那边 过来重大二十岁 谁知道权柄拉着两丫鬟 拉到那边都搭起来了 有人该说了 这个大老爷咋不降丽 不是老爷不降丽 那丫鬟不会说话 他娘说瓜 说二十多年是个娃妇 这两个丫鬟 他娘一嘴门都砍弄人 演个老丫顶了 才砍人的家顶 这个大老爷都受不了 来人 拉那旁 重大二十岁 谁知道 两个小丫鬟的嘴都给打中了 两丫鬟跪到在叫前 老爷 讲 我就 你两个就配着男太太 你二人回来 那老才的没回来 我问你出什么事了 竟敢说吗 哎老爷 老爷 吓死 我也不敢说吗 老爷呀 那讲 你老才的险在哪里呀 音声说到一种 大老爷 敢不敢说了我 老爷心里边就香了 这两个丫鬟不敢骗我 望眼听啊 望眼听啊 我可是从小跟着他娘长大 我从小就没有爹 我就跟着他娘 他娘 说话的声音 不要房那么高 往前跪跪 放一顿声音 叫老爷我一人听到就行了 千万不要叫外人听到 哦 那呀 我明白了 他指的刚才爱那 其实啊 嘴巴爱得不贵啊 赶紧的往前凑凑 老爷 你要想问啊 那个老太太 到人家中出啥事 这么这么这么 他就把 怎般如此 讲说一番 也就是说 老太太阁楼上 打着给人打一架 把这个事情都给的 望大老爷讲完了 望大老爷 不听这话编吧 问听此言之启的 三啥神 抱跳起跳 那声言 在那个大教里边就走出来 爸 唯一度 眼望着丈夫马刀一声 张 哎呀张鱼 你起死我了啊 哪我应该说了 这个大老爷 他咋那么生气啊 他还知道他爹是赵宣 对 这个老爷知道 你哪看张鱼 大老爷二十多岁 不知他爹是谁 这个老爷八岁 就知道他爹是赵宣了 咋知道的 还是在他起嘴 那一个独鼠的时候 背着书包去上学 一到学校小孩就骂他 那些小孩给他 玩着玩着就骂起来了 马上都知道骂 走走走 白天这个驴公 没有爹的孩子 玩 少爷随便说 七八岁也都是了 想个人家有爹 那我咋没有爹呀 他夸着书包走回家 见了娘回到磕头 娘 俺那同学都说我是个有妈没有爹的孩子 我为什么光有妈 我怎么没有爹 人家都有爹 你得给我说俺爹是谁 你要说不出来俺爹是谁 这个秀啊 我就不上了 老太太看见 儿子吸入刀扎 飞入键 喘啊 那个时候 在反派里风声特别急 老太太不敢对儿说实话 儿子刚刚七岁 如果说了实话 小孩嘴的说实话 走入风声 娘俩活不上 我老太太抱着脚 让我的儿 人家孩子有爹 我的儿子怎么能没有爹的呢 娘 我有爹 那俺爹是谁 你说说俺爹在哪里来 老太太说我的儿了 你刚刚三岁 你爹就死了 那娘 那俺爹死了 那分头再拿个来 我想去看看 太太这是变瞎话 儿子要分头 老太太说不出来 老太太说 儿子 那一年发大水 那边的分头都冲没油了